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CNN的高層電話會議錄音又再一次被流出 而且在今天還一次過流出了三段 那就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實情這些電話錄音 就是來自一家美國的民間調查組織叫做真相項目 他們的領導記者奧基夫 就被CNN的內部人士接到電話會議 連CNN主席扎克都是毫不知情 所以他說話就很放 當然去到昨天他就後知後覺 究竟他們開高層電話會議的時候談些什麼 在講下去之前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第一段的電話錄音就是在10月9日的時候錄的 扎克就說到了 說我現在就想重新強調一下 我認為我們不能夠對於 上個禮拜發生在特朗普身上的事情 以及是他的行為舉止 進行常態的報導 大家都知道 他就正是一個失敗當中的總統 他知道自己是有麻煩的 而且他現在又病了 即是說他中了武肺 可能還在遭受 類顧純藥物的反應 他的行為是不穩定的 他是絕望的 我們應該 不要把他當成是一個正常人 去報導 你們知道 這是我們過去的三年半 四年時間裏面 所期望發生的事情 這個其實就是反映得到 為什麼CNN在大選前 對於特朗普的抹黑 是會變本加厲 原來是收到一個命令 就是不要把特朗普當作正常人 來報導 那就不怪了 是不是 他們這種 這種偏採方向 無非就是想在選民心目中 幫特朗普塑造一種極度負面的形象 所以那些只是收睇主流媒體的人 其實就是非常可憐 因為他們長期被洗腦而不自知 甚至乎旁人去提點他 無論是家人也好 或者是朋友也好 你提他兩句 他用反過來說 你看的東西才是假的 他自己看的東西是真的 其實來到二十一世紀 如果只是單靠主流媒體 來接收信息的人 就真的相當可憐 老實說主流媒體 就不是完全不堪入獄 但是 偽精也有句說話 叫做偏聽則暗 兼聽則明 看主流媒體之餘 還要看保守派的媒體 網絡的媒體 不要只是傾側 看完所有東西之後 自己用腦子來分析 什麼是真什麼是假 而不是很簡單地 把腦子外判給主流媒體 別人告訴你什麼是真 你就說真 告訴你什麼是假 就說是假 因為那些主流媒體 他們不是為了觀眾來服務 他們是為了背後的政治勢力來服務 所以他們在 編採過程當中 是會將某一部分的真相 篩選和過濾走了 如果只是看主流媒體的話 永遠 就接觸不到 整件事實的全貌 這是必然的 尤其是 CNN現在的 這樣的編採方針 簡直就是有偏頗的 先由那個主席 對特朗普作出了一個定性 就說要把他報導成為一個不正常的人 然後那些記者 編輯就去積極地配合 凡親報導特朗普的消息 就當然好像不正常 因為他們是要配合這個定性來做報導 那究竟這些是新聞報導 還是文藝創作呢 是不是 好了 至於第二段錄音 又是說什麼 大家都知道 拜登家族的醜聞 在10月的時候 罵得 就算是 就算是由一家的小報 叫做紐約郵報 引爆了 當時的主流媒體 對於拜登家族的醜聞 就三瞻其口 說都不肯說 隻字不提 當沒有發生 就算肯提一點 都只不過 會提到 這些 關於拜登家族的醜聞 的指控 就是 虛假的 是沒有真憑實據的 諸如此類 總之呢 就想湊屎密監 當沒有眼屎乾淨 盲看不到算數 這個扎克在第二段錄音 就這樣說 特朗普的媒體 現在就在轉向當中 不要理他 他們揭露出來的東西 最後發現 都是完全荒謬的 最近的那些所謂的醜聞 就是拜登家族 他們就想大家都跟風 所以我就認為 我們不能因為那些右翼媒體 建議我們這樣去做 我們就去重複那些沒有根據的污衊 扎克就說了這些 其實這些簡直就是 踐踏新聞自由 以及就是影響了編輯自主 你作為主席開一個高層內部會議的時候 怎樣能夠 就住一件醜聞來定性 說他是完全荒謬 是沒有跟沒有強的 你怎麼知道 別人有很多的照片 有很多的電郵是流出了的 就算你說不相信這些證據也好 作為一家真正公正的媒體 就很應該 照樣把這些內容 報導一次 然後才引導那些讀者 告訴他 為什麼你們這份報紙認為 這些證據 這些指控 是不可信的 其實每一家報紙都會有他的立場 沒有一個是完全中立的 凡是標榜自己是中立的媒體 或者是評論人 其實就是最不中立 最偏頗的 實情有立場 就不要緊 大家擺事實 講道理 是不是 那你就看看那些讀者是相信誰 而不是整宗消息 蓋著他 不報導 這個完全 就是影響了 資訊流通的自由 實情 這些媒體 哪有資格 站在道德高地 那裡 指天篤地 指責其他國家的媒體 如何進行新聞封鎖 自己就是在做同一樣的事 至於那些專門 只是看主流媒體的 觀眾和讀者 其實也是很慘的 他們完全是被蒙在鼓裡 不知道有這件事發生 所以大家就好像 活在一個平衡時空當中 那其實那些只是看主流媒體的人 他們也是限制了自己接觸真相的機會 第三段錄音 澤克又怎麼說 他說 坦白說 如果我們說犯了什麼錯的話 就是我們的標題 太過有禮貌了 我們就應該要追打格雷厄姆 格雷厄姆是誰 就是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主席 是共和黨人 澤克就說 很多事情正在發生 讓我們保持著強壯 保持著聰明 外面有很多新聞 那些都是格雷厄姆應得 其實在說什麼呢 就是 這個 CNN在10月的時候 對於這位格雷厄姆 就作出了鋪天過去地的負面報導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在亨特的醜聞爆出之後 這位格雷厄姆 就說要在參議院司法委員會 舉行一場聽證會 就要調查一下這件事 所以就踩中了這個 扎克的紅線 於是就要這樣 唱他 實際因為這些 是不是在做新聞報導 還是 公器私用呢 所以難怪 特朗普 會把這些主流媒體 冠以假新聞 fake news 之名 原來很多主流媒體 在製作新聞的時候 根本上 就不是以這個反映事實 和報導真相作為主軸 完全就是政治壓到一切 就是為他們背後的政治勢力 政治利益來服務 那你搞什麼新聞報導 如果是這樣 你不如黨媒姓黨好過 是不是 更赤裸 更真實一點 不要在新聞自由的房子底下 做了這些這樣的行為 實在就令人不堪入目 至於現在CNN也難怪 被很多觀眾唾棄 有不少人都轉台 去了看保守派的媒體 Fox News 都開始收視下跌 有很多人就轉了去看 Newsmax CNN在收視大跌的情況下 當然都做了一些措施 去挽救 比如說 在較早之前 就嘗試來 踢爆一下拜登的醜聞 關於Dark Money那件事 就說拜登背後有一些 匿名的政治捐獻 那些就為Dark Money 這些錢就有份幫助他去競選 嘗試去追求一下平衡 不要搞到他們好像一個燈媒 專門幫拜登助選 然後 在選後又幫忙做王 又說拜登是一個總統當選人 當然是你判定嗎 你是誰 媒體不是大了 你猜現在還是上個世紀的二三十年代 那些主流媒體寫完的東西 就搞到那些公眾是有冤無路數的 軟寧玉的年代 人言可謂指向媒體的抹黑 現在已經是二十一世紀 不是說你說了算 不是說你大了 還有最近CNN又做了一篇 叫做調查報導 就說根據大陸的內部官方文件 顯示 武肺爆發的初期有多少人就中了招 諸如此類 那些美國的網民的反應就真是搞事了 人家反過來就罵CNN罵到七個一皮 他們為什麼罵CNN呢 人家就批評 你報導這些東西算是什麼的調查報導 你報導這些東西有什麼爆炸性呢 你報導這些東西 難道你今天才知道它隱瞞嗎 什麼這樣 很多人在網上都是這樣說的 那你根本上就是沒有辦法通過這些手段來挽救公信力 根本上在很多人的心目中 CNN究竟是一家怎樣的媒體 很多人在心裡就已經有了一個判斷 對於那些已經擺脫了依靠主流媒體來接收資訊的人來講 他根本上永遠都不會再回頭了 你看一下對於那些選舉舞弊行為的指控 你提了多少呢 凡親提及到的時候 總是說特朗普的陣營 所提出的指控就是沒有根據的 還看你的媒體來有春用嗎 是不是 所以現在你被人這些錄音爆出來是好事來的 不是對於那些已經清醒了的人有用 當然清醒了的人聽到這些錄音內容都會大快人心 因為被人斷正了 但是對於那些不清醒的人 仍然是依靠主流媒體來接收資訊的人 其實就是對於這些人的一個當頭棒渴 他們似乎也要考慮 在閒餘的時間看多一點的媒體 不要只集中看一兩家主流媒體 就當自己已經是掌握了事實的全貌 這對於那些人來說是最重要的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